紙可能是包不住火的 不知道誰就洋了出去 為何我 我這麼多年沒有拍拖 我都很相信緣份 還有很看感覺 我認識她的第一天 她就已經告訴我 她有這樣的經歷 公開了之後 被人知道之後 可能對我們兩岸的關係 會有些壓力 大家會看著我們將來會如何相處 會走得多遠 但感情的事情是沒有辦法預計的 我們雖然真的很快 這段時間很快就被人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的關係是很緊密的 43歲的藝人方力生 2016年 含女宣布和拍拖10年的鄧麗欣分手 這麼多年來一直單身 直到近日 突然被爆有新戀情 而她的新女友身份也都迅速被曝光 據知小方的新款叫Maple葉 她長得眼大鼻高 青靚白正 而且還很有氣質 十足十韓星 不過有網民將她帶起底之後 竟然發現驚人愛情 原來Maple曾經是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 她曾經 並且慘遭教主洗腦侵犯 在眾多女受害者當中 Maple是為數不多 願意勇敢站出來指控的一位 隨著她之前受訪的紀錄片被翻出之後 引發大批網民熱議 昨日方力生出席活動時 也都首次公開大方認愛 她對女友曾經的遭遇感到非常痛心 還強調和女友相識第一天就已經知情 她表示完全不會介意女友的過去 雖然他們拍拖時間尚短 但她早已帶女友回家見父母 以表真心 小方還明確表示 遲些還會陪女友一起到韓國上庭